確認體溫沒有超過三十七點五度 才放行 遠雄自由貿易港區排隊 採檢人潮 拐了好大一個彎 一步一步向前進 不過一步小心靠太近 立刻被要求隔出安全距離 連續幾日擴大篩 抓到陽性個案 從自貿區的家職員區三千人 那必須列為紅區 進行清零計畫 做這個居隔跟二彩三彩 那貨運區的話也要列為風險區 那今天分座兩站來採檢 二十三號一共篩檢三千四百七十三位 再發現兩位確診者 一位是雅序電腦員工 另外一位目前被判定是救案 占物擴大造成社區染 小黃問獎熱心幫忙 大批醫護雙手抓滿醫療用品 進駐採檢 目前遠雄自由貿易港區三十家廠商 還有管理人員便利商店停工採檢 桃園市長鄭文燦下令 第二圈採檢人數預計四千五百人 其他的紅區範圍的這個員工 那一樣要經過二採 甚至三採來確定他是否安全 那所以這次的管制的強度是高強度的 家貨運佔約七千五百人都不能漏 希望儘快讓園區清零 鄭文燦也決議桃園市上萬名移工也得快篩 鋪天蓋地 斬斷船破裂 三天新聞增加宣理文盛 桃園報導 歐明孔讓本獨疫情大爆發 桃園確診人數更是天天往上升 不少民眾擔憂 全台應該趕快升三級警戒 但就怕影響社會運作 也有人建議應該把桃園單獨升到第三級 疫情有這個繼續的升溫或者是擴大 那當然我們的防疫的這個應變作為 也會隨之調整 我想這個是必然的 鄭文燦表示目前桃園防疫的管制規定 相較其他縣市嚴格 將會嚴格控管 要大家共同努力 但短短幾天 歐明孔席捲範圍涵蓋北部南部 民眾就怕歐明孔越擴越大 但仍有醫師認為先維持二級警戒 提出歐明孔四大特性 徐比醫師說歐明孔傳播速度快 短短兩天就能讓確診案例倍數的增加 加上潛伏期短 阻斷傳播超級難 發病日只有兩到三天 而臨值大於三 但得到歐明孔重症率低 因為感染者大多都輕症或無症狀 住院率百分之零點一五 死亡率低小於百分之零點零二 可以宣布加強版的二級這樣子 因為畢竟大家想要回家 如果是一三級下去的話 所有的交通所有的經濟 就剛好在過年的時候就僵住了 不少醫師認為面對歐明孔不能輕忽 但也無需太過恐懼 只要打好疫苗 做好自我防疫維持現狀 三一順潘金華張啟雲 台北裁縫島 中文字幕製作為止